据俄罗斯卫星网9月11日报道,随着礼炮开火,被受关注的俄罗斯世纪大军演,东方简2001-18,于当地时间11日正式打响了。 根据报道,随着俄罗斯礼炮开火发射,这场全世界聚焦的大型军演正式打响了,数十万大军开始行动了。 根据报道,这次军演中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,并将进一步磨合双方的系统能力,俄新社9月11日报道,俄方演习指挥部指出,这次大规模演习,将会进一步提升中俄军事和作水平,强化中俄联合作战实力。 俄媒透露,通过这次演习,利率提升中俄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,对于世界和平也是大有益处的。 英国经济学人周开尔站9月11日报道,包括30架个型战机,在内的900余舰中国装备,已经运帝了俄罗斯,参与这场世界规模的大军演。 英媒指出,在伊德利布决战拉开序幕,美俄互相威胁攻击对方目标的敏感时刻,中国大量装备运抵俄罗斯,并且出动兵力参与这场世界军演。 显然是给美军看的,英媒认为,中俄都将美国当作了对手,都认为一旦美军控制中东,并且掌控世界石油定价权,那么世界就将陷入美军控制的混乱之中。 英媒认为,中国高标参加俄罗斯世纪大军演,就是在敏感时刻尝试声援俄罗斯,中国装备人员,已经到外标志着中俄将联手。 军事专家指出,中俄联合军演,提升双方军事合作水平是显而易见的。 但是英媒的过渡截度,也是没有一句的,俄罗斯塔斯社9月11日透露,在这次演习中,俄罗斯军方将出动可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导弹,以及战略轰炸机。 也就是说,俄罗斯开始利用这次演习,向外界展示核武器了,可谓是大秀肌肉。 伊朗消息报分析指出,应对美国报全世界必须协力。 美军打击伊朗,这是为了独霸中东,控制世界石油定价权。 这个对于中俄都是非常不利的,伊朗媒体指出,伊朗一旦垮了,美国掌控世界石油定价权,那么岂就可以利用石油要挟中俄。 所以伊朗只是关乎中俄,伊朗媒体同时指出,如果俄罗斯被击垮,那么中国将成为美国的下一个目标。 所以中俄合作共同抵抗霸权,还为和平十分重要。 当然对于中俄联合军演,美国媒体则是很不满意的。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指出,大量中国装备进入俄罗斯,并且几千人直接参与。 这意味着中俄还是在军事上联手,对于美军是十分不利的。 美媒指出,当前美国在乌克兰、史利亚、伊朗、格鲁吉亚等多个方向施压俄罗斯,已经给俄罗斯造成了很大困难。 可是中国主动合作,相当于给予俄罗斯吃了一颗定心丸,大大降低了美国的围堵效果,明显侵犯了美国利益。 美国来的智库分析指出,中俄联手显然是不利于美国的,也是对美国利益的侵犯,美国利益必然受到伤害。 专家认为,面对世界复杂多变的形势下,中俄联手,更是一种责任和担当。 为维护世界和平而不懈努力、奋斗,更能体现出友谊和正义所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